Hello 大家好 我是韓吉祥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東西很特別 因為這幾天我陸續聽到了很多學校的國術社 陸續倒掉了 心裡很難過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可以幫助整個國術 在這個低迷的一個世代中重新振作 所以這些年其實我陸續想要做很多的事情 但礙於能力有限 所以只能默默地慢慢地做 剛好我找到了這大概兩年前 請了空手道鍾東龍老師來我們這裡做的一個訪談 那我把內容稍微剪輯了一下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希望能夠幫助大家 然後帶給大家一些更棒的更正確的一些思維 同時也希望能夠呼籲每一位國術愛好者一起站出來 一起把自己所知道的東西都可以盡量地做到一個分享 那我會覺得這個資源共享是一個這個世代必須大家要有的思維 因為整個練國術的人越來越少了 那所以如果可以有更多的人一起參與 讓大家對這個技法有信心的話 相信可以重新幫助這個文化重新的延續下去 重新的成長 那我們不多說 請看影片 我們今天很榮幸邀請到高雄非常知名的空手道名家 中東榮老師來到我們寒門五級 來 掌聲 好 周老師你好 首先我想要請您跟我們觀眾 闡述一下您的那個舞學背景 舞學背景不簡單啊 那大家都知道 我主要是覺得是空火道 我家裡的長輩也都是變成長輔的父母 所以多少都會有涉獵 加上我的空手道的師爺 他們也是有賀錢的背景 本身也對太子賺有興趣 所以當時有一些太子賺好的朋友教了 那我會選 所以是大雜貨才行 老師謙虛 老師想請問您就是說 空手道跟傳統武術都是屬於我們武術的泛蟲嘛 那可不可以請您跟我們講一下說 兩者之間它的相似度跟相益處 在我個人的認知裡面 因為兩種武術 我都有涉獵 以我個人來說是沒有什麼差異 你在中華武術裡面 就是古代所傳統的武術 在空手道裡面的很多動作都有看到 那唯一會讓社會大眾 會有覺得說好像不太一樣 這是因為禁忌的關係 你們的長拳啊 或者是說太極拳啊什麼 在空手道裡面都看得到 在空手道裡面有東西 你們的傳統武術 就是我們一般的傳統武術都看得到 所以老師請教一下就是說 空手道跟傳武一樣 其實一樣都有套路式的學習 然後也有比較偏向是 實戰的練習 對練的步驟嗎 是 空手道傳承大概差不多兩三百年以上 他在還沒有成為現在西部中的空手道之前 他古代的練習只有多兩種 是那個套路 也就是說我們叫Cata S S G 甚至連對打都沒有 連對打都沒有 沒有 他最多就是說 有時候可能是一個套照 現在跟現在傳武練習的時候 完全有沒有一樣 所以空手道應該跟傳武有點類似 也都有只練形 就是像套路這樣的東西 對 那空手道也會像傳武一樣 就是只有人練形而已 然後沒有去練比較 那是早期 對 這個我也是想要再延伸下去的問題 因為我剛剛聽到一個很重要的 重點就是說 早期空手道他就是像我們傳統武術一樣 就是套路 基本功 然後兩人的對練套招 他沒有像現在武術的國籍那種 對練的模式 那他怎麼樣上戰場 講的那個一級必殺這種 他怎麼演變出來 這個是也是現在我認知的 傳統套路的一個盲點 是 日本他這個套路 有這個一輩子只變一個套路 對 這個套路你對他了解多少 我們傳武的體系 對傳武的了解 一般外面的老師 比較可憐不足 現在大家重手之夜之 空手道的使用性很高 其實是這樣 因為他古代的練馬 他就是要打加油 然後他在打他講究的陣 我如何用這些套路裡面的招式 打使你 對 因為一直會有一些外界的人 所以說為什麼傳武只練套路 然後只練一些基本功 練一些對照的東西 然後就覺得 我們其實是不能用的 對他們甚至覺得這樣是假的 可是按照老師剛剛的說法是 古時候的武術就是像空手道這樣 他的內容也是像這樣子 站在現在的角度來說 說傳統武術是假的 這樣您覺得是公平的嗎 說他假的我是百分之一百的反對 不過 會給人家有這種印象 你不覺得傳武這些 直接套路 怎麼這種 不要不大聲的 你打錯的問題在哪裡 你的反應在哪裡 沒有 就是該有的 武術基本的反應能力都沒有 對 那這個問題出在哪裡 你對套路的了解 對套路的了解 對套路的了解 反正出問題了 對 所以說 我說被打的東西 練套路 可以 但是 你要知道 演示 你套路無所來 去弄到所有學生 你有沒有去做專精 去想做 去專研 而且你有沒有持進去 跟人家打過 嗯 之前我也有拜訪過一些 傳武的老前輩 他們其實也講到 他們也會擔心說 如果現在大家都想要讓傳武能用 都是學產黨 上去打散打 最後會不會傳武的用法 又這麼不見 他們也會有這樣的難 會喔 他們也會這樣難 他這個帶又是對的喔 對 不是說散打那樣不好不對什麼 但是他們怕為了要迎合 迎合那樣比賽規則以後 大家出來的慣性手法 又通通變成那樣子 那就回到我剛剛說的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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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 發展出屬於更適合傳武的 那個什麼對雷的方式 我個人是覺得要一種像 空手道那種 空手道那種 因為空手道幾乎都是傳武吧 因為日本的空手道的那種對打武術 我發現有很多技法招法 都還是可以看得出它的特色性 但是它有很多東西它還是犧牲掉 可是它沒有失傳 還是有犧牲掉 但是沒有失傳 還是有人這樣練啊 我對這個有興趣 我不想去比賽 我就用這個 那當他們遇到了現代搏擊的時候 是不是也會遭遇到一些 比較吃虧嗎 他如果走那個路的 他就不會去對你打 現在已經不是打架的時代了 是 好啊你說我碰到你可能無用 不見得喔 他也會變得到 如果是以季婚來說 他是變得婚的 他變得婚 可是他一招打下去 他沒有得婚的 現在很麻煩的 你老師叫你不要錢 現在傳統五師最容易被Echo上這個帽子 傳統五師 國術涵蓋很廣耶 國術連推拿上科都要會耶 然後還有五龍五師也要會他 然後現在他們又說 我們會打雷台 我們會的好多 啊打雷台 什麼叫打雷台 打雷台是給選看的 是不是有裁判在會看 那裁判是不對嘛 是對阿 你還是得把他打倒 不對我選擇輸了阿 為什麼說他滑倒 可是對方是難免比起來 這個在他規則他是輸阿 可是如果他 他真的當時不留守 這不是誰與誰輸的原因 而是說 這規則在這個運動裡面 他滑雪不強 但是有一點要知道 古代醫院這個的人 不是學者 不是生物學家 也不是 有可能是醫生 但是他不見得什麼都可 那我們要用現代科學的東西 對我們的東西來隔離解決 講到最後就是說 很多傳統必須得跟現代科學 結合 結合 你這個東西如果做得很有效 或者說你認為你堅持是對的 我在一種情報之下來 檢驗 你記得幾天就對了 啊幾乎幾個月你就要做抽出 你的變數再來 因為有變數嘛 對不對 都是要科學的 科學化的名詞解釋 讓大家可以理解那個原理原則在哪裡 對 因為有時候的人可能就會說 因為你功力不夠 可是這個就很抽象 武術是一個相對性的東西 有時候我用 我目前這一招就沒有大概理由 在那麼壯的情況下 我照樣不要出力 我照樣看他也會 那表示我這個可能 可信住 目前還沒有被打破 可能以後有一點更好的 對但是當下這個東西 它成合率高 就代表這一招是合理的 有喔 發水像是合理的 對對對 我們只能這樣講 不要太講不代表 所以傳統武術其實也換一個角度想 就是因為大家可能在傳武的傳承過程中 大家會尊奉祖師爺的一些 他的精神 他的故事 然後甚至他的傳承內容 那所以就變成大家也不太敢質疑 上面傳下來的一些功法 或許在傳承的過程中有一些問題 所以才會造成他後續發展 演變出的更多 我個人是覺得是這樣 因為這個華人的東西 的那個文化 你只能做 是 出國善的為二 對 為善的 比較不太敢去質疑 所以你要有一點 華語永遠是學務進步的 對 中華有書他的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們 他的自信不能共享 有個還說一處敗師 然後敗了師以後 不得再去他派學 還有就是說 他可能也只學到一部分 對 也學到一部分 對 這個做很糟糕 因為你學到一部分 你又不准人家 再去完善完備這個東西 對 也不能懷疑這個東西 老師怎麼建議 時下的年輕人 對於傳舞的這些愛好者 他們怎麼樣去選擇 適合的傳舞老師 或者是適合的傳舞類 要懂得問為什麼 要懂得問為什麼 那如果當這個老師說 你練就是了呢 那就練 他是不要排斥 哈哈哈哈 這也是一個好方法 這也是一個好方法 對 我是這樣 對對對 問那個學生 新年輕人怎麼打得出 我倒是認同說 現在的老師應該怎麼 怎麼自我成長才是 這個很重要喔 資訊要一直共享下去 當然你的武術 你們他們有好處 就是說你們 前打非打什麼 各樣區間 喜歡什麼都可以 從這個圖書館上 抽出來 當年延續中央圖書館 那個時候的一個 我相信韓老爺子 他當時應該也有 他擅長的東西 但是他懂很多 可是他不見得 他每樣都喜歡你 對 那可能我懂 可是 我可以教你 可是 我不見得我很喜歡你 對 那不喜歡用 就不會太正常 對 這是一定 可能比常人好 對 可能比常人好 對 這是我 比較接近 我答案不會 不會說很 很八卜八卜 大概就是這樣 大家就參考 了解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